这个排盘还没有上完 我们上到36页 安年之细心表13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从表14 就是课本的第37页 这个叫做安五行举长生十二绳 一般他一般的书上大部分都写说安长生十二绳 那他这边特别强调说五行举 那是因为说这个长生十二绳是根据他的五行举 还有他的那个阴阳男女而来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表14这边 我们这个例子我们沿用上一节课的例子 我们那是羊男羊男那我们是土五菊 所以你就看到这边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这个表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土五菊这里 土五菊 羊男 对照过来啊 生有没有生生是什么 就是他长生嘛 对照就长生嘛 所以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 他的 生 生这边会有一个长生 不过他这边没有写出来啊 他这个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没有把他勾选啊 他的这个十二长生没有选出来 我们就没有勾选了 他的左边这边有嘛 左边你这个都把他勾选啊 他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再拍一次啊把那个勾选啊所以你可以你就可以看到啊 有没有这边这个长生啊 这里啊啊长生这里啊 然后顺时针啊长生之后啊是沐浴 这也是关带 灵关 地旺 衰 病 食 木 绝 胎 羊 好 这个其实啊是我们人一生的过程了啊这个 这个 一般我们是从哪里开始 从胎开始吗他就是怀孕怎么样啊母亲怀孕 啊在在肚子里面啊那个成胎之后 啊然后 开始养育 啊然后长生之生出来的意思 啊生出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啊把一些那个血啊误会的东西洗掉啊 洗澡在这穿衣服吗关带着带帽子带着穿衣服啊 那灵关的话啊灵关的话是指说啊开始做事业啊不一定当官了啊在帝旺啊帝旺就说到达你一生中最顶尖顶峰那个什么最高峰的时期 那一高峰一到就开始左下坡嘛所以就变成摔 那摔了之后就会产生病 人摔就代表说人身体不好了啊 人身体不好之后开始病就来了嘛 那病了之后啊 就是死了 死之后还没有结束啊死之后啊是 啊 入木嘛 啊这是 葬在土中嘛 啊这是以前啊现在有着带有活化就不一定了 啊那木啊入木之后啊身体慢慢苦难 啊被虫吃掉啊就绝嘛 啊那绝又 啊又重新投胎 啊还是等受这么一生的 一个循环的 啊 好再来啊我们看到这个 第三十八页啊叫安长安生年博士十二审啊 那他这边有讲啊表十五这边啊 我们先找到陆存心啊陆存心啊这不论男女命啊 寻陆存心起博士 然后再依阳男 阴女顺行 阴男养女 逆行啊 那逆行就是安底下这十一颗嘛 吏氏 清隆 小号 将军 咒书 徽连 洗神 并胡 大号 胡兵 官胡 好所以我们要 找他入存啊 他入存在哪里 他的入存在 在这边呢 好入存在这边有没有入存在这边啊 好那入存好入存在这边的话啊 那他的立士博士啦博士一定在这边啊博士有没有啊 他的意思是博士一定是跟入存同一宫 然后博士是十二审里面的第一位啊所以 博士啊再来是立士 那你要看顺行逆行你要看他是 是洋男英男或者洋女英女啊 洋男跟英女是顺行嘛所以啊 顺行所以博士 博士顺行这边的立士 再来是清隆 清隆 再来是小号 再来是将军 再来是 咒书 再来是 徽连 再来是洗神 再来是 并胡 再来是 再来是大号 再来是胡兵 再来是关胡 但其实啊像刚才那个十二长生跟这个啊 博士十二神 这个其实都很少用到 这个可以说是八字里面的一些 神煞 其实应该是讲说从紫薇 从八字里面把它 超过来的 那事实上啊这个很少用到啊 好再来我们看这个 表示六号叫安天商天使 天商天使 天使 那他是依据命宫 你命宫 命宫在 什么位置 天商跟天使 他就会固定在什么位置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里子命宫在子 所以他天商就在是 所以天商就在是 然后天使就会在位 他这个他这个他这个他就排错了啊 他天商跟天使位置不一样那天他的天商变成在 位啊天使变成在 是 他这个排阪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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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错了呢 啊 应该是这要改下了这边啊 这边是天使 然后这边是天商 啊 这边是天商 然后吉月宫这边是天使 应该这样才对啊 那其实哈这个如果说你要真真的说要 排仔细一点的话啊他这个其实还有分 像刚刚那个在排那个生年博士那个哈 他还有分这个 英男 洋女 还有英 洋男英女他有英男洋女不一样 啊 这个这个怎么排好 啊 我补充一下好了 你有兴趣的话操一下 不过其实这其实天商天使 很少用到 我补充一下好了 这个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牵移宫为主 以牵移宫为主 牵移宫就是命宫的对宫嘛 命宫在这边牵移宫在这边 你牵移宫为主了 他如果是洋男 跟英女 他如果是洋男 跟英女的话 他牵移宫的前一位 是天使 所以前一位就是顺时钟 那一个 叫天使 那他的逆一位 为天商 所以这个排错了 这排错了 那有的是没有管他没有管 什么洋男英女 英男洋女 只要牵移宫的前一位 就是天使 然后牵移宫的后一位 就天商 所以这个 这个排阪程式 不管他是用第一种或第二种他都排错了 好 那如果是英男洋女 英男洋女的话 才是这样子 他的前一位 才是天商 后一位 才是天使 这个有分 有两种排法 第一种是不论他的 阴阳 只要 前一位 就是天使 然后后一位 都是天商 这是有人这样子排了 那有人又把他分成说 洋男英女的前一位 是天使 后一位是天商 以牵移宫为主 然后英男洋女的前一位 是天商 后一位是天使 你可以抄一下 那这个是排阪程式错误了 那课本第38页这个 他是没有分的 他是以没有分的 那种形式排阪 再来 再来第39 39页这个课本 写错了 表17 他写安 洁空 所谓洁空就是什么 洁路跟空亡 洁路跟空亡 洁空是指洁路跟空亡 洁路就这个 洁路有没有洁路 那空亡的空亡 空亡 空亡 这边 这没有这样也没有写出来 这边其实 这种小新的排阪 有的各文各派 排阪不尽相同 那其实我们很少用到这些新 那像表17这个 他的那个 洁空 他是以生年干 甲 甲 以根丙心 丁仁 勿鬼 这样子嘛 那他说 洁空 洁空 他这本书 就是把洁路跟空亡 两个新好看成一个新看人节空 那有的好像也是这样子的有的像有的排阪城市也是用这样子 不过应该是要分成节路跟空亡 好 好那节路跟空亡还是怎么样子 甲年的话是生跟有 甲年的话 生是节路 有是空亡 那几年的时候 几年的时候跟甲一样 所以他那边写错了 他写有对不对 那个不对 应该节路 节路也是 生 空亡是有 这样子好了 这边我先来给你看 你看这边 看到我的课本这边 这边 你看好你把这个 这个扁啊 改成 节路 还是把写节空吗 你改成节路底下一个写空亡 然后甲年的话 申是节路 有是空亡 几年的时候一样申是节路有是空亡 你敢这样子那乙的话我是节路未是空亡 跟年的时候也是一样吾是节路未是空亡 丙年的时候 城市节路是是空亡 新的话也是 新跟丙一样 在丁是银毛 那你是银毛 物是直丑 可也是直丑 你把它改成这样子 好 那你看他这个好看到我们这个排盘城市这边 这个 他是丙年 那丙年照讲的话 城市 节路 所以他的城这边有节路没有错 有没有 城路的节路在这边 节路 这边 节路 那是的话照讲他应该写空亡 但是他写节空 有没有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 写空亡 这个节空这里有没有 他要写空亡才对 因为他写节空就已经包括节路跟空亡了 他就包括节路跟空亡 所以他这边应该是写空亡 空亡 再来这个表18号叫做寻空 寻空 寻空的话 他意思是寻中跟空亡 寻中 这个寻中 跟空亡 空亡的话 这个排盘城市要写寻空 他都把它写写错了 寻空是指寻中跟空亡两个 所以在指挥斗处里面的排盘里面会有两个空亡 注意一下 有没有搞错 有两个空亡 第1个空亡是节路空亡的空亡 第2个是寻中空亡的空亡 这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空亡会有两个 第1个是寻 第1个是节路空亡 第2个是寻中空亡 好 好那这个寻中跟空亡怎么找 一样好他是根据丙 好根据丙 丙年 丙年 跟他的地支虚年 好那丙虚 他空亡就在五位 你看这本 看我们这本书 你看圈起来这个地方 有没有年干是丙 对应到虚 丙虚年生的嘛 丙虚然后对上去五位 这个五位就是所谓的寻空 这是寻中跟空亡 五这是寻中 第1个就是寻中 第2个位是空亡 所以 五是寻中 然后位是空亡 这应该是空亡 不要写寻空 要写空亡 好 再来啊再来是安命组 命组 命组的话 他是从命宫 来找的 命宫子的话 他是命宫子嘛 命宫在子宫嘛 有没有 这命宫在子宫 他的命组为贪婪 他这边写错了 命组应该为贪婪才对 他这边写入存 这不对 这不对啊 命组要为贪婪 再来生主的话 生主他是 从他的生死 生死 表二死那个生主 他是从这个 生死 虚实这个生死 来找的 虚实的话是文昌 有没有 所以生主文昌 这没有错 但是 那个子 那边 生年之子那边他写火星 对不对 安生主表二死那个 表二死那个 有没有这里 那个火星应该是零星才对 这里 有没有 表二死的这个 生年之子这里 他写火星嘛 这个应该是零星 零星才对 你把他改过来 不过这个 其实在子威的论命上 生主跟命组 有的讲很重要了 但是我是认为这不重要 这以后我们会解释 再来第41页 起大县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相当重要 因为大县他关系到说你每10年每10年的运势 那这个怎么取 他是根据你的五行局 土五局 五行局 你是水二局 你就从 两岁开始起算 木山局的从三岁 金四局从四岁 土五局从五岁 火六局从六岁 那他一律是从命宫这边开始算 命宫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 大县 第一个是五到十四岁 有没有 这个五 就是根据土五局来的 所以你如果是火六局的你这边就是要六到十五岁 一律都是从命宫开始算 那现在就是说 他可能顺行 可能这样子顺时钟 跑 或者逆时钟 跑 那这个是要根据什么 这个就是根据他这个 洋男 洋男英女 顺行 那英男 洋女 逆行 逆行 很多都是这样子嘛 大县这个也是这样子 所以他是洋男 洋男跟英女的话是顺行 顺行所以 命宫 在子在丑 父母宫这边就十五 到二十四岁 在福德宫这边 二十五到三十四岁 这样子 一直舔 舔到这边 舔到这个 兄弟宫这边 他这个是没有写出来 85到94岁嘛 一般可能他想都没有活那么久 没有写那么多了 如果要写的话 这边是95到104 105到114 115到124 写到这边 你可以看那个表21那边嘛 我们是图五局 你就找 找这个五行局 最上面这个 图五局 有没有 图五局 这里 那我们是洋男 所以洋男这一个 所以5到14岁 是在哪里 是命宫嘛 再来兄弟宫的话 就是 115岁到124岁嘛 115岁到124岁嘛 有没有 所以兄弟宫这一个 115到124嘛 有没有 他是这样子 他是根据 命宫 兄弟宫 夫妻宫 这样子来排 所以这样子 这样子比较不好 你应该是照 这个 这种顺序 这样子 走 比较顺 你从 5到14岁 再来 15到24 25到34嘛 你就照这样子 顺时钟嘛 洋男 英女是顺行嘛 英男 洋女是逆行嘛 如果是英男洋女的话 5到14岁在这边 15到24 就在这边 25到34 在这边 还是这样子跑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一定要填上去 再来是 起小线 小线其实不重要 小线跟流年 都是在看 在看一年的运势怎么样 但是我不看小线 为什么 因为小线他没有所谓的四化可以用 他并没有四化可以用 要流年才有四化可以用 你要判断流年 判断一年的运势怎么样 一定要用四化来判断 所以小线其实我不看了 你如果两个都看的话就变成冲突啊 比如说 比如说小线跟流年他有可能 他有可能不同功嘛 那不同功那比如说我流年是几 小线是凶那这样怎么办 你到底是几还是凶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啊 所以我们这一拍的话就只有看流年 不论小线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一下这怎么排出来的 这个小线的话 他是根据你生年的地支 跟你的男女 他没有分养男英女 他是根据这个生年的地支 是虚 虚的话 他在鸚骨虚那一个 他是把十二地支分成四个根据三合 分成四个鸚骨虚一组 生子成一组 是有丑一组 亥毛一组 你可以看到课本那个最左边那边 下面那边 那么是虚年的吗 我们这个命地是虚年的 所以你就看鸚骨虚这里 是男 所以他的成 就是一岁 你对上去啊,乘一岁四 两岁 这是顺时钟这样子的 所以 你看,乘 这边 他有写1,有没有 这边他写1,有没有 好,这个是一岁 1岁 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我不确定 不晓得是不是代表1岁 这个不是很确定 不过 他的1岁就在这边开始了 1岁在这边了 1岁 然后 然后 2岁 3岁 4岁 5岁 6岁 7岁 8岁 9岁 10岁 11岁 12岁 然后13岁又从这边开始 又从层这边开始 14 15 这样一直算一直算 你就看他今年几岁 他今年是2岁嘛 像丁亥年 生的 他这边有写年龄是2岁 所以就看这一个 他的小限制是这一个 因为1岁嘛 2岁 所以小限都看这一个 是这样子来的 好,再来 这个表23 叫按流年 税前 税前 诸心 这个很简单的 这就是根据年支 根据年支 虚年 你就找到这个年支的虚 那边 所以 岁运就在虚 你哪一年 岁运就在哪一年 岁渐 有这些 岁渐有谁 岁运 一般是写 岁渐比较多 岁渐 虚年 就在虚公这边 再来 就顺时钟 这个不婚男女 一定都是顺时钟 晦气 在害这边 伤门 在子这边 罐锁 在丑 官虎 官虎 官虎在这个 官虎的话 在影 然后小号的话 在卯 大号在乘 有着写碎破啦 为什么写碎破 因为他就是跟那个 碎剑 成六冲啊 所以叫碎破了 有着写大号了 因为大号跟刚刚那个 大号 刚刚那个大号 一样跟那个 我们那个什么 我刚刚有讲过 你看这什么 那个 博士十二神 有没有 博士十二神 又小号跟大号 所以他大号 他就把他写碎破 那小号他没有改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并不重要 这很少用到 再来的荣德 再是白虎 再天德 再是吊克 再是并虎 并虎 并虎 再来啊 再来是 榴莲酱 浅浅薰 榴莲酱浅浅薰 这个一样是从这个 生年枝 这个不是啊 等一下 这个是 这个一样的一样从他的那个出生年 他是虚年 但是他是 采这个三合的 这荣武虎一组 生子成一组 似有丑一组 害毛一组 那荣武虎这一组的 你看他降薪在五 所以 降薪在五 那他不婚男女的 一样顺行 攀安在位 睡意 在生 睡意在生 然后这个席神在 有 有 华盖 华盖在虚 然后这个 劫煞在 海 齋煞在子 天煞在 丑 子辈在影 閒子 在卯 月煞 在乘 王神 在世 第四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 流年降 降前 朱新 他算写作流年降前朱新 但是他这个也是从生年支 从你的生年支来的 不是从你的那个 不是从你算的那一年的地支 是从生年支 从生年支来的 再来 在第四十五月这边 四十五月这边就比较 复杂一点 叫做安子年 斗军 子年斗军 啊 什么叫子年斗军 这斗军是什么意思 斗军是正月的意思 就是 子年他的正月在哪里 子年他的正月在哪里 但是我们 不一定说 一定要查子年啊 像 今年的话 我们比如说看今年的正月在哪里 那怎么算 那就是要看 生年的 今年是亥年 亥年的嘛 那你就不是求子年的吗 你要求亥年的 那就是要先算出 如果以课本的方法是先算出子年的斗军 然后一直在顺行 到亥年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安子年斗军这一个 我们的生月 他是从生月跟生死 生月是九月 那生死是虚实 对不对 所以对照到他的那个 对照到他的影 他是影嘛 对照下来是影嘛 生月九月跟生死虚实 对照到是影 也就是说子年 如果他是子年生的人 如果说你是子年算的 在子年算的话 他这个斗军 正月就在影 但是我们 不一定说一定是子年啊 像我们今天是亥年啊 那怎么办 那你就是从影开始数 影开始数 影在这边 我们是从子开始算吧 影在子这边 影卯 成 是 吾 未 生 有 虚 亥 之 丑 数到这边 数到亥这边 是丑嘛 所以丑 丑这一个 丑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正月 我们今年的正月 所以 好 我再讲一次 你先找出来以课本的方式 等下我会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因为我都是用 别的方式 我不是用课本的方式 你要找出正月要怎么找 以课本的方式他是先找出子年的正月在哪里 然后再根据你看你是哪一年就顺推到哪一位这样子 像 生月是九月生死是虚死如果在子年的话 他的正月就在影 在影这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求的是亥年 我们所求的是亥年 所以你就是 从 影这边开始 从子这边开始起影来算嘛 影从这边开始算 影卯 成是 五位 生有 虚害 直丑 数到这个害你这边 所以是丑嘛 丑的话所以你这边丑这边 一月 这边就是一月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话比较简单的就是你从流年的太岁起正月 流年太岁 这边 流年太岁 今年是亥年 丁亥年 就是六年丁亥年 所以 从这边起太岁 这边的太岁起正月 然后逆数生月 顺俗生死 逆数生月 它是九月嘛 所以逆数 这边起 1 2 3 4 5 6 7 8 9 数到这边 然后在顺俗生死 它是虚死生的嘛 你从这边开始起 子时 子 丑 银 卯 臣 四 五 未 生 有 虚 有 所以一样啊 是在丑宫这边呢 这边起一月嘛 这是丁亥年的一月嘛 那 如果 你要算 如果今年过了 你要算明年的 怎么算 97年 明年97年嘛 你要算97年的怎么算 97年是 这边是物子年的嘛 所以你就从子这边开始算啊 从子这边 一样逆数生月 顺俗生死 逆数生月 从这边开始起 1 2 3 4 5 6 7 8 9 然后顺俗生死 它是虚实嘛 所以从这边开始起 子 子 丑 银 1 乘 4 5 未 生 有 虚 所以明年 明年的一月 他的命盘 这个人的命盘 明年一月就从这边开始算了 这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简单的 再来第46页 46页这边 表26 这个是诸心在十二宫妙望 与弱线表 他没有把全部写出来的 这本书没有,他没有显出 是我们没有没有选吗 他怎么没有排出那个他的妙望那个 妙望弱线 有的有的有的会有了,有的没有 你没有心意就自己自己排啊 像这个纸微星,他的纸微星在 纸微星在哪里,在这边 所以你对照课本,纸微星在成功 纸微星在成功,他是三角形 对不对 三角形的话就是平的意思 就是没有好没有坏的 平的意思 再来天机 天机是在 卯宫 天机在卯宫的话 是圈圈嘛,圈圈的话就是所谓的妙望 妙望 再来这个太阳,太阳的话 太阳在丑弓 太阳在丑弓的话就打叉叉 打叉叉的话就是陷落的意思 陷落的意思 再来五曲,五曲在 子宫 五曲在子宫的话是妙望嘛 妙望 他好像是把它综合了 他好像比说这个五曲跟天狐 像五曲在子宫是妙嘛 妙望嘛,那天狐在 子宫在妙望嘛,所以他这边就是 这个应该是圈,应该是代表说这个五曲天狐,两个是妙望 那太阳,刚刚我们太阳 不是落线吗 太阴在丑弓 是望啊 他一个丑弓是望啊,一个落线一个望,所以他这边打平了,他这个 写一横,应该是打平了 然后这个圆圈的就是妙望 打叉的,像 你看天良在事宫,是不是这样子 天良在事宫打叉嘛,有没有 你看课本,天良在事宫打叉,所以他这边打叉,对啊,所以他这个是 综合 综合这个祖心 十四颗祖心,在那一宫的 望衰啊,不过这样子比较不好,应该是 个别 写在底下,比如说紫薇 你就写在紫薇底下 天象,就写在天象底下这样子 然后 巨门,写在巨门底下这边 这样子比较 比较好了 再来,文参,文取,火,心灵,心豪,露存,晴阳,陀螺,天行,天窑,这边你就把它写一下 那其实这个 不是很准的 像我的话,我是只有看太阳跟太阴 好,而且我跟他看法不大一样 这以后,以后我们讲了 再来 四七夜,这个要稍微 背一下,四七夜,紫薇斗树,星辰前界 好 到这边,到四十六夜的话,其实已经 结束了啦,你排名盘到四十六夜就 已经全部排完了 好,已经全部排完了 好 那四七夜这个图,就表了,他是 介绍你 这些星的五行 还有他的 属于南斗或北斗第几颗星 然后他的画,画为什么 这个这个你要稍微记一下 比较重要的记一下 就是那 几个 常见的星,比如说 紫薇 他的五行是属土 然后化为尊 天机属木,化为善 这个要记一下 要记到哪里 像第一排的这个 最前面这个都要记 再来 第2个 第2个这个就比较没有重要 十四颗祖星一定要记啦 还有六级 六煞 这几颗要记啦,其他的话没有记没有关系啦 其他那个比较少用到没有记就没有关系啦 那 48夜那个几乎不用记啦,48夜那个你不用去记它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啦 好 那剩下差不多十几分钟 我们来上一下这个 天干,天干地支的囚法 好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讲这个 八字干之的囚法 八字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出生年月日时 好 他各自有天干跟地支 像今年的话是丁亥年 所以今年出生的 就是丁亥年 他丁就是他的天干,亥就是他的地支 那月跟日跟死都一样 他一定会有天干跟地支 所以叫做八字 那我们纸卫朵树其实 并没有用到这个八字 我们纸卫朵树用到的是什么 是年的天干跟地支 年的话他的 天干跟地支 他都用到 那月的话没有 日的话也没有 死的话是用到支而已 用到地支 然后又用到天干 月跟日的话他是直接用这个什么 用我们几月几日嘛 用数字 用阴历的数字 这个也一样 用阴历的数字 那我们叫这个的话是为了说要增长你的一些见识 见文 他有说你比如说你在以后再学八字 或者学普卦 都用到 好 那我们来看年 其实年 在紫微朵树用得到 但是他很简单 最简单的一个 他的公司就说 你民国年 民国年减掉二 民国年减掉二 然后他的个位数 就是天干 那把民国年出一次二 他的 余数 就是地支 比如说像今年的话是96年 96年你减掉二 94嘛 这个是个位数 个位数 他就是天干 那照他的顺序嘛 一二三四 所以夹以丙丁 有没有 就这样子 那 他 民国年除以十二 取余数 这是八嘛 96 余数为零 零的话就是十二嘛 十二的话就是亥嘛 因为我们地支是十二进位 余一的话就是子 余二的话就是丑 照这样子算 余十一的话是虚嘛 余十二 就是亥嘛 那余十二就是余零的意思嘛 就刚刚成处嘛 很简单 所以比如说明年 明年97年 明年2008年97年 他的天干跟地支是什么 你要用整个减掉二也可以用个位数减二也可以啦 就一样啦 七减掉二是五 五的话就加余丙丁五嘛 那97 除以十二 这个 是八 九十六 余一 余一的话是 子嘛 所以余子年 所以明年就是余子年嘛 这个很简单啦 那原理的话我们不讲啦 我们只教你这个方法啦 这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啦 因为我们时间可能不大够 然后科普那例子你自己看 再来月甘之的求法 原理的话我在别科有教到啦 像在那个 应该是在那个什么 武装圣卦我有教到啦 然后第二个月甘之的求法 月甘之求法是利用五虎盾 就是 甘之起丙隐 乙根起雾隐 丙心起根隐 丁人起人隐 雾鬼起甘隐 那五虎盾 你就看到那个我们讲义第七页这边 五虎盾的意思就是说 甘之 甘之这两年 他的隐月的天干 为丙 因为甘之起丙隐嘛 所以甘之 这两年 隐月的天干为丙 乙根的话就是 隐月的天干为物 然后依序列推 所以像 金年 金年是 丁亥年嘛 那丁的话他是 丁壬 丁壬 丁壬起 壬隐嘛 所以今年的隐月 今年的隐月 他的天干就是壬 然后依序列推 卯月的时候 就是鬼 鬼卯月 在 乘月的话 这是甲 甲乘月 这一张一直推过去的 四月的话 这是乙 这一张一直推过去的 你其实你可以画这个 然后这个五虎盾就是我们那个 我们不是有那个银手吗 我们之前有教过那个银手啊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从乌顿来的 比如说像这个 像今年丁亥年 为任隐嘛 然后 然后 认 认 夹 夹 亦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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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偷自己看 这个比较难一点 日干世的求法会比较难一点 其實也不會很難,就是有公式可以帶 你看到獎益第八頁這邊 日甘之的求法它就是公式 它是瓜糊民國年減掉九十乘以五 加上民國年減掉九十除以四 加上A等於X 那你這個民國年九十 這個公式其實是在算普瓜,普瓜這樣子比較好用 那你可以把民國年減掉九十 因為你如果算八字的話 現在大部分都是民國十年以後出生的 所以你這樣子比較好算 乘以五,加上民國年減掉十 十除以四,加上A等於X 你把它九十改成十,也可以 一樣都可以算出來,十跟九十都可以算 你比如它是民國九十年以後出生的 你就減到九十,這樣數字比較小 如果它是九十年以前出生的,你就減到十 我們用這個,我們用第九年的例子 比如說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二號 那天的天干地支 那這個公式,要用國藝的 我們先把第八一個講完好了 這個民國年減掉十除以四這一項 我們支取整數 然後這個A,A代表說 由當年的元旦 比如說我們要求九十三年的七月二十二 對不對 那你就要從九十三年的一月一號 開始算,算到 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二號 看總共有幾天 這就是A 就是從當年的元旦 算到欲求之日的總天數 等於 下一起來總共等於X 那X除以六十 取餘數Y Y它的個位數就是天干 那地支就是把Y再除以十二 這就是它的地支 那第六點要注意一下 此公式是由國藝 國藝日期來算的 運輝農曆 所以你看這個民國九十三年 我們剛剛是減到九十 沒有,你用減掉十的也一樣 我算給你看 九十三減掉十 數字比較大而已 加上九十三 減掉十 除以四 加上 這個A等於X 那九十三減掉十的話是多少 八十三 乘以五的話 五三十五 五八四十 四一五 所以這一項的話 就四一五 再來 這八十三 八十三除以四 我們取整數而已 它是二十嘛 二十於三嘛 我們只取了整數而已 所以是二十 加這一項是二十 A是多少 A的話你要算 從一月一號升到七月二十二號 所以A就是說 我那邊有括號 三十一 加上二十九 加上三十一 加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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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二十二 第一個三十一 就是一月 一月有三十一天 二月的話 因為九十三年它是論月 不是啦 論年 論年的話有二十九天 論年怎麼算 論年的話就是 要用西元 這小學有照顧 西元它的 我們的西元有四位數字 比如說二零 二零零四 像九三是二零零四 那就是把這個 後面這兩個數字有沒有 除一四 如果除了近的話 它就是論年 除不近的話 就是平年 平年的話 二月是二十八天 論年的話 二月是二十九天 就這樣子啊 那如果說你後面是零零的這個 這個的話 你就是要整個除一四 你零零就是要整個除一四 比如說我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它是論年 但是我如果是一九零零年 一九零零年 這就不是論年 不是整個除一四 只要把前面這兩個除一四 你四 四四十六 這就除不盡了 所以一九零零年 這就不是論年 所以這個A 它就是從一月 一月三十一 加二月二十九 加三月三十一 加四月三十 加五月三十一 加六月三十 加七月到二十二 所以它總共是二百零零四 所以X加起來多少 這個加二十加二零四 六三九 所以總共加起來等於六三九 六三九 這就是X X除以 X除以 X除以六十 有沒有 六三九 除以六十 取代余數 余數三十九 這就是所謂的Y 有沒有 跟這是不是一樣 跟第五相余數三十九一樣 再來第六點 Y的個位數 個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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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天干嘛 所以天干的話是什麼 任嘛 再來三十九 除以十二 取余數嘛 余三 這三就是畢枝嘛 所以就任零 這樣有沒有問題 你照這個步驟啦 這其實沒有問題 其實 比較難的是 這功是怎麼來的 這個我們在那個 無道勝貨裡面有講 在這邊 我們不耐用時間 在想這個 所以你會算就好了 其實這會算 已經算很厲害了 一般 日的天干地支 大部分的人都要去換萬年禮 再來 再來是 石的天干 石的天干跟地支 天干在 這個 指揮總數也沒有用到 指揮總數的話 是用到地支 可是你要知道說 極點換算成什麼地支 這樣子 那天干的話 石干之的求法 是利用五鼠頓 五鼠頓跟剛才那個五虎頓 很像 不過剛才五虎頓 它是從隱開始 那五鼠頓 顧名思義 鼠是從子開始 所以 甲己起甲子 乙根起秉子 秉心起物子 丁刃起根子 物鬼起人子 那其意義 就是甲日跟己日 子時的天干為甲 依序類同樣這樣子 所以你看第十頁這邊 子時的天干一旦確認 醜飲 一直到害死 就依照天干的順序 依序排列 比如說我們這個 例子 零五日的虛實 零五日 零五日 零五日的虛實 天干為什麽 那我們從那個 五鼠頓知道 零的話 零的話 它的子時天干 是從霧開始算 有沒有 所以霧子時 那你就在把這個畫出來 偶子時 偶物 己 根 心 人 鬼 夕 夷 念 零 顧 算到虛這邊 所以 大家應該知道,所以它就是誤虛實 所以秉武日的虛實是誤虛實 就這樣子啊,這比較簡單 比較複雜的是那個日的天干跟地支,比較難 不過這個你不會也沒有關係啦 最主要是你的天干地支要會酸 然後石,地支,你也會酸 這樣就可以了 至於月跟日,那個比較不重要 但是你以後如果說,你有在學到金剛像八字,或像那個普怪的話,就比較用到 好,那我們這堂課就講到這邊 下一堂課的話 我們就開始再來教這本,這本書的那個 第49月這邊,指揮斗樹常見的專用樹里這邊 好 好 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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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好 如果您的意识地做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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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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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塵、心耀,這都同樣意思啊,這很簡單啦 再來有的我們講過,有的之前我們講過了,就別人講 再來你可能會看到坐 或者守 比如說,它是指揮坐命,或指揮守命 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啦,坐跟守的話 這指說,某顆心耀進入該公位 比如說你入敦命宮的時候,命宮有指揮心 那就叫做指揮坐命,或者指揮守命宮 那也可以說指揮在命宮坐守 都可以啦,所以坐跟守它其實意義相同 就是指說,某一顆心耀進入哪一個公位 那個叫做守 再來有會照 會照 會照的話是指說什麼,指心耀進入該公位的三方公位 應該是指揮 應該是指揮 不是三方公啦 應該是指揮 對啦,就是說 比如說以命宮 以命宮而言的話 就是 他進入他的什麼 財國公 千怡公 跟他的事業公 你進入這三個 就統稱為會或照 那有的比較仔細的 會的話 是指他的三 這個什麼 三方 三方 就是命宮還有其他兩方 三方裡面 三方是指說命宮 財國公、事業公 這三方 那會的話 他是專指說這個 三合方中的其他兩方 就是財國公跟事業公 這個叫做會 所以會跟照加起來就是 這三方 就是命宮之外的三方 就是扣掉事政 三方 這個只是一些專門名詞 不過你要懂 你看那個古書 你要看得懂 再來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要同度 或者寫同風 或者寫什麼 或者也是寫 共手 同手 這個意思 這個通常指說 兩顆心 或兩顆心以上 同時在某一個公位 比如說 指揮跟天虎 指揮跟天虎 這兩個心 一起進入命宮 那就叫做指揮天虎同度 或指揮天虎同公 當然不一定命宮 就是 只要看哪一公位 然後指揮天虎共手 或者同手 那同手哪一公 比如說同手命公 或是同公在命公 或同公在四葉公 都可以 就是兩顆心在同一個公位 這個都同度 同公 共手 同手 再來還有一個名詞叫做霞 霞 這個霞 它通常是指說 不好的心 recognizing 可以告訴手 通常是屁到 寂心跟驊 同公或會的心 因此 就是說你的三方四陣,同工會造就是三方四陣 三方四陣同時有季心跟煞心 那我們有時候通常會用一個俠字 比如說季心,季心俠煞心來衝命 也都會講這樣子,或季心俠煞心來造命 也都會寫這樣子 再來天羅帝王公 天羅的話是指成功,帝王是指虛功,這是固定的 就成虛兩功,成功的話 在指揮斗樹有專有名字叫天羅 那虛功叫帝王,這其實也不是指揮斗樹的專有名字 這應該是八項八字,折字那個都有 那為什麼這兩個叫天羅帝王公 這其實是因為說,這兩功 那個天魁跟天月,這兩顆貴人心 他們永遠不會到 成虛這兩功位 所以這兩功他是稱為天羅跟帝王 好,再來這個其他人 好,再來這個其他人 我看 沒有沒有 沒有其他人,其他人,其他人 其他人,其他人,其他人 這本書都有寫到了 那我們就補充到這邊 好,那再我們看科本第53頁 第53頁這個不是很準 他說命功所在的位置的一般現象 一般現象就是不會準的 第一個,命功為先天 在子五毛有公位 會這樣子 會這樣子 子五毛有公位 是是正 是正位 正正當當的正 也叫是敗帝 也叫是桃花 這個有很多名字 那表示其人 喜交友 一生飄蕩 不定難免 男女都多變化 那子五位 為橫沉 抱退之位 因為子五位 以陽仔學會長的話 子五 就是正南正北 一般古時候都是那種宮廷 有沒有 皇宮 或是那種 雅門 政府機關在用的 一般我們的皇子也很少蓋中正 正的子五 正的子五 像的五 不過這個其實都不對啦 那個 如果你上過楊仔 就知道那個並不是正確的 論 所以有這種 他就是有這種觀念 說子五位為橫沉 抱退之位 就是說那個只是大官 或者是皇帝才能用的 一般百姓不能用 一用了就會不好 所以叫橫沉 抱退之位 如祖心黃沙多一生當中 夫妻會分居一兩年 或因出國入院 遠戶國外而分居一段時間 那你這個就很好玩了 那比如說你的丈夫 丈夫命功在指虎毛友 但是他老婆的那個命功 不在指虎毛友 那這樣子怎麼算 那這樣到底會不會分居 你分居是你兩個人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說你兩個都是在指虎毛友 這樣子我們沒有話說 但是有時候就不是這樣子 有時候就 可能是其中一個在指虎毛友 另外一個可能在隱身嗜害 或承虛從味 那你這樣子要怎麼說 你如果說 男的丈夫在指虎毛友 然後就導致他們昏胎 那女的不是說 那我不是很倒楣 我又沒有在指虎毛友 也會分開 所以這個不會準 再來 毛友為桃花浪蕩之位 如祖心不己 祖心不己就是說 他的那個十四顆祖心 比較不好 比如說像貪婪、桃花 那種延伸 七薩、霍君 這種比較不好的這種性 他這是看書上寫的 這個不會準 事實上怎麼貪婪、延伸、七薩夫君 也不見得不好 我們講過 那些心基本上沒有什麼極凶可言 一生中 亦有一次大難不死之災 凶煞之心聚集者 以注意意外 凶災難發生 那凶煞之心就是那種 又煞、老化氣那些 不過這個不會準 第二個 命供在承虛醜味 視為四目之地 主行客又輕重 亦為孤獨之地 外表雖是晨厚 但內心多猶疑 以離鄉背景外地發展 居在出生地者 不亦顯達 這個也不會準 那承虛公衛者 主心不己 逢煞心 主一生中 亦有一次大難不死之災 這個不會準 因為他承虛公衛 他認為說是天羅帝王公 所以他認為說是這樣子 這不準 在醜味公衛者 主其人之妻容易流產 這個更離譜 然後可能說你命供在醜味公 你的老婆就會流產 這個不準 如巨門在未虛公者 容易買到有救婚的房子 或者房地產被侵占 這個不會準 他為什麼會這樣論 因為這個承虛醜味是屬土 那土就是房地產啊 土地啊 那巨門本身就是有 比較有口舌 所以他就說 你巨門在未虛公者 最容易 有這個什麼 有這個 買到這個什麼 有救婚的房子 或是房地產被侵占等 事實上這個不準 這不會準 第三個 命供在隱身嗜害者 隱身嗜害稱為嗜生或嗜馬 因為隱身嗜害是四個長生 長生之地 長生一定在隱身嗜害 那義馬 天馬一定在隱身嗜害 所以隱身嗜害 又稱為嗜生或嗜馬 一為心情之地 那你看這十二個都沒有一個好的啊 植物毛有成居醜味隱身嗜害都沒有一個好的啊 若祖心落於現地 祖心勞 分波 受制於人 為人剛子 個性不耐盡 身心不擬 自尋苦惱居多 那隱身公衛者 若有 充兆煞心者 主一生中有一次破大財的紀錄 這個破大財紀錄 你不能夠這樣子就斷出化破大財紀錄 或走投無路 然後東山再起 所以以財以小心 物根會切斷 若有雙心做命 雙心做命就是說 有兩顆祖心 那十四顆祖心裡面有兩顆 比如說指揮跟天虎 或指揮跟七煞 指揮跟破君的 這有兩顆在一起的 一生職業有兩種病損 或改業的情形 這個就不是這樣論 這個不一定 然後 四害公衛者 若主心陷若 幼逢煞心 主妻忍 兄弟姊妹行客交召 並要預防以外 這個不對 這不對 這沒有辦法看什麼東西 兄弟姊妹行客怎樣 這個沒有辦法看 這不對 但是我們這邊 沒有辦法 很仔細很清楚 沒有跟你解釋說 他這為什麼不對 這個有些觀念的話 我們可能要等到四日班 我們以後上課的時候 才有辦法跟你解釋 在這邊 我直接就跟你講說 這個是不對的 再來五十四葉這個 身公所在位置的一般現象 這個也是參討而已 這也不會準 他說認為身公為後天 跟命公同工的人 這你自己看 我覺得這不會準 這你自己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十二公位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看五十六葉十二公未推斷的範文 就是說 他哪一公是在算什麼 能夠算些什麼東西 什麼可以算什麼不能算 這可以參考 他寫的不是很準 第一個 這個命公 看一個人 一生的格局 運勢 然後 禁欲 家事 這家事不會準 為什麼家事不會準 我問你 比如說王永慶 比如說王永慶 他有幾個兒子 我不知道他幾個兒子 比如說三個兒子 那他三個兒子命盤有沒有都一樣 當然 不見得會都一樣 不一樣的機率很大 但是 家事是什麼 家事一定是 共同一樣的 他三個兒子的家事 一定是都是王永慶的兒子 怎麼會不一樣 那為什麼後面的心不一樣 所以你說 可以從命公的心看出家事嗎 這個不見得 這個不見得 個性就可以看了 長相 長相 有時候 有時候可以看 有時候不是完全很準 那是因為你個性怎樣子 那你的長相會大 大致上會怎麼樣子嗎 就像面相一樣 面相 你什麼面相的人 個性會怎麼樣 這是有點緩推回去 才能 健康 又運氣 將來是發展 適宜的職業 再來 第二個 兄弟公 可以看其人兄弟姐妹的多寡 這不對 這為什麼不對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現在大陸都一胎化 每一個人都沒有兄弟姐妹 除非說他沒有抱負頭 偷生的 正常之下沒有 沒有人有兄弟姐妹了 那他的兄弟公 到底要怎麼看 你光這樣想就好了 應該就不用再說了 所以 兄弟公可以看出 一個人兄姐妹多寡 這完全是不正確的 以及緣分的後果 助力與火 有火行客夭折 或看其兄弟姐妹之成就 這不對 你可以看出來說 你跟你的兄弟合不合 不過基本上就是 你要有兄弟才看 不過看也不是這樣看 這個我們在斷六星 就示範 我有一個那個 我自創的斷六星的方法 我會教你怎麼看 但是沒有辦法看出 他有幾個 也沒有辦法看出來說 他的成就會怎麼樣 你要看他的成就 你就拿他的命盤來看就好了 不可能從你的兄弟姐妹 從你的兄弟公 去看你的兄弟姐妹的成就 不可能 我們不要說大陸 那邊沒有兄弟姐妹 比如說我們台灣 比如說你家 你五個兄弟姐妹 那你的兄弟公一定是哪顆星 比如說你中間是天璣心 那天璣心到底 代表說你五個裡面 哪一個比較聰明 天璣是主聰明 那難道說你五個 松女姐妹都一樣聰明嗎 就有時候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不會準 我們這邊很難跟你解釋 說為什麼不會準 因為我們時間真的是不夠 那在四十班的話 我們會講 四十班的話我們會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不準 為什麼會準 這個我們會講得很清楚 我這邊只是跟你講說 哪裡不準 看其人際關係 朋友相處的情形 事宜合夥事業 與公伯月婦合物伯 這不準 然後天璣心為兄弟主 最計畫計若現或黃煞心來衝 最不利兄弟 這不會準 再來呼氣功 可以看配偶的長相才能 這個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說 可以看出來說 你喜歡的對象是什麼 類型的人 男女是感情狀況 婚前交往情況 戀愛順利與否 婚後夫妻行客 婚前夫妻公可以看婚前 但是沒有辦法看婚後 這個原因我會講 這個原因在四十班會講 這邊我沒辦法講 所以婚後夫妻行客離異我 這個沒有辦法看 夫妻交心我 這沒辦法看 事宜找婚後完就可以看 如坐隱身四公 又雙心並列 再有煞心衝破 必有惡度婚禮 這不對 有化權則主俱內 這不對 再來子女公 可以看其人之子女 人數多寡 這不對 緣分 這也不對 以及子女的成就 這都不對 並看其性生活 滿意度 即生子 這也不對 女命可以看流產 墮胎或婆婆 或是腰折火 這都不對 子女公他這邊完全都不對 這不用看 一樣 我舉大陸的女子 現在大陸每個都剩一個 現在大陸每個都剩一個 那你難道大陸現在的子女公 都是剩一個的子女公嗎 對不對 那不要說大陸 我說台灣好了 比如說你的子女有兩個 那你的子女有兩個 是從你的子女公看出來 還是從你的老婆子女公看出來 你的子女公跟你老婆子女公未必相同 為什麼一樣只剩兩個 對不對 你剩兩個 你老婆就剩兩個 除非說有特殊情況 那這怎麼看 對不對 這完全不合理 再來第五個 財國公 可以看出其人 財運的來源 理財與賺錢的能力 主要是賺何種財 收入之好壞和花權的態度 這個是可以看沒有錯 財國公可以看的比較多 看財運 以配合命格的高低 與福德公 及田宅公 田宅公不用看了 你看福德公跟命公 事業公 他這邊沒有寫到事業公 同時參考 財國公為財之根 福德公為財之源 田宅公為財之所 這不對 這很多書上這樣想 這樣寫 但是不對 財國公正心二要以上 代表有多方面的來財 財心 醉喜 露財國公 醉計 化計 煞心 及孤寡心 煞心沒有關係 化 孤寡心那也沒有關係 醉計 化計 再來第六個肌肉公 看其人之健康狀況 與先天上 身體腦換面的功能 較差 疾病的抵抗能力 容易發生何種疾病 那是否能遇到好醫生治療 這不對 這就不對了 再來 千一公 千一公是看其人之外出旅遊運 自我安全或生意外災禍 以及出外之人際關係 其實千一公比較著重是人際關係 你要看那個出外平安不平安 那個跟千一公比較沒有關係 貴人運 貴人強 強旺火 看一個人機會運之好壞 事往人發揮及才能 心耀疾者 事宜出外發展 煞心 煞心多者 需防在外被人拖累或意外之老 再來 朋友公 朋友公又稱爲如意公 看其人之交友情形 與朋友下屬同事之間的緣分 看其管理能力 管理才能就不是從朋友公看的 好朋友多還是壞朋友多 朋友公 心耀比命公強者 主其 主其人為阿與共成之人 這個不對 如有助心 則主貴人多助 煞心多 因防被朋友拖累 這個 朋友公不是這樣看 朋友公這個 也是在六親的看法 這個 我們在這個 師班會有一個我獨門的六親看法 我會教你們 第九個是事業公 事業公就稱為官路公 看其人之事宜職業 一生事業之發展成敗情形 格局之高低貴賤 看事業變動情形 求學考試過程順利與我 從事行業 以配合命公與財國公的新隔離決定 事業公這可以看 再來 田宅公 這個完全不對 這完全不對 這田宅公的話 不是在看這個 什麼財庫 資產情形 居家環境都不對 我簡單的舉個例子 居家環境 居家環境的話 是不是你家裡人 全部都一樣 對不對 你比如說你家裡有五個人 那可不可以住這間房子 那他的周遭環境當然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這五個人 你家五個人的田宅公難道都一樣嗎 那不可能啊 那那麼剛好 那為什麼 田宅公不一樣 但是居住的環境卻一樣 甚至像以前的農業社會 或者像 在古代那種大家庭 那一個家庭 搞不好 一百多個都有 但是卻同樣住在一個那個 一個 一個房子裡面 那他們住的環境都一樣啊 那跟他們幾十個 一百多個人 跟田宅公不都一樣嗎 好 有無祖產 黃乎是一座相 這都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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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你自己看 這都不對了 再來 你看福德公 看其人之興趣取向 人生觀 身心安寧與火 花錢的態度 享無之形態 福者之後果 福者之後果 受緣之長短 這不是從福德公看 這不對 有些人看到福德兩個字 所以有些人看到福德公 是在看福者 跟受命的 這不對 身體健康疾病之關 這不對 主心若現又有煞心 大多主身心不理 一生勞累 一生勞 主心妙望 則主 財源無混較多 再來父母公這邊也不對了 他說可以看其人與父母緣混的後果 這是沒有錯 不過他的論法跟 其實不是這樣看 不是說從你的父母公 就可以看出來你的父母親跟你的 那個關係怎麼樣 不是這樣子 這個我們在那個獅子班 我們會講 講說怎麼看 這不是光從你的父母公看出來的 那其他這個都不會準 其他這個都不會準 那還有點時間 我們來解釋 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解釋一下說 這指揮的12公裡面 到底哪幾個公位可以論 哪幾個公位不能論 哪幾個公位不能論 哪幾個公位可以論一半 這個觀念 希望你們要清楚 不要以為說指揮斗術什麼都可以論 沒有那麼神 你 比如說命公 假設命公在這邊 兄弟 夫妻 其女 財博 其樂 千余公 好 朋友公 事業公 原宅公 福德公 婦母公 好 那 我們比如說命公開始算 所以我們命公用2來表示 兄弟公用1 夫妻公用2這樣子照順序 3 4 5 6 7 8 9 10 11 所以你可以看見 你可以發現 可以算的都是偶數的 偶數的他都可以算 比如說命公 夫妻公 財博公 仙怡公 事業公 福德公 這六個公位都可以算 但是 夫妻公他只能算一半 福德公 也只能算一半 為什麼 因為他不在命公的三方式陣裡面 命公的三方式陣裡面 一定都可以算 你看他的三方式陣是這樣子 你看 命公的三方式陣一定都可以算 命公 財博公 事業公 這一定都可以算 那 不在他的三方式陣 但是偶數的 可以算 他只能算一半 什麼叫算一半 夫妻公他 能夠算分前的 分後的他就不能算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時間解釋 這以後 施辦的時候再解釋 那福德公為什麼是算一半 因為他能夠算出來說 他跟錢有關係的 跟財有關係的可以算 可以算 那跟那個福德 有關係的這個不能算 跟錢的關係也可以算 跟錢的關係可以算是因為他在財博公的對公 所以他跟錢有關係 但是有的人他以為說這個福德公是福德 可以算什麼生死 什麼時候死掉 或者一生享受怎麼樣 那個不能算 一生的福德多少 那個沒有辦法算 所以他只能算一半 那畸數公位 基本上都不能算 所以像兄弟公 子女公 伎父公 伎父公 父公 這都不能算 但是疾餓公比較例外 疾餓公的話 他可以算出先天上 他的器官上有什麼比較弱的地方 這可以算 但是後天上的疾餓 算不出來 這比較特殊一點 其他的 兄弟公 這六親公 兄弟公 子女公 朋友公 父母公 這都不能算 那天台公 也沒有辦法算 這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會發覺說 這個很巧 剛好這是偶數的可以算 雞數的不能算 那偶數的 不在山中市鎮的只能算一半 在山中市鎮可以算全部 那 激數的 就這個 極樂公的正義比較大 極樂公 有的人 認為說 他完全不能算 有的認為說 完全可以算 有的人認為說 只能算一半 就是算說先天的 就是先天的 他的那個身體 器官上怎麼樣 後天的疾病也不好算 那我是採第三種 論法 先天上的疾病 可以斷 但是後天上的疾病 就沒辦法斷 好 好 就是這樣子 書籍班的話 我們真的是沒有時間講那麼多 因為這個解釋的話 其實要解釋 到理論滿深的 要解釋滿久的 所以我們就只能這樣子 大略上把你帶過去 好 那下一節課的話 我們就講這個 紫微星 第六十頁這邊 紫微星這邊 好 那這一節課的話 我們就講到這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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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